新科人妻舒淇挺金馬 范冰冰姐競手頒獎 第五十三屆金馬獎頒獎典禮 將於下週六在國父紀念館舉行 金馬執委會二十號公布 最新一波的頒獎嘉賓 包括新婚的舒淇 迎候候選人范冰冰 及導演侯孝賢 許安華等等 有嗎 我有婚後嗎 今天沒有 舒淇九月三號 在傑克宣布和馮德倫結婚 此次參加金馬 也是她賞婚後首次在台露面 我希望大家看我的電影 出後的感覺怎麼樣 你們的電影好看嗎 范冰冰今年以我不是潘金蓮 入圍金馬銀號 但依稀記得 2010年她經紀人 穆小光扯上 一台吹風機 我覺得不至於惹到這麼大的風波 當年穆小光被子A走飯店吹風鏡 因而槓上金馬執委會 當時還放話 此後所有旗下藝人不再參加金馬獎 但這回范冰冰不僅會出席 還將首度擔任金馬獎頒獎嘉賓呢 娛樂動新聞看來心結一節囉 發導